尼泊爾發生7.8級強震後的8天 尼泊爾軍隊和警察又從廢墟中救出3人 尼泊爾官員表示 他們在加德滿都東北的新道柏查克區 救出2名男子及1名婦女 但找到更多生產者的希望越來越妙少 尼泊爾政府官員在星期日表示 尼泊爾確信死亡人數已超過7000人 還有數千人下落不明 其中包括大約1000名歐洲人 地震生還者敦促政府及救援組織 加快向許多失去住宅後 露宿在街頭的災民提供食品、飲用水及其他救援物資